变携式防空导弹大家都熟悉 那你还在烦恼一发打不中的问题吗 不妨考虑一下这款双连发变携式防空导弹 一发打不中那就两发一起来 给空中的目标带来突如其来的飞行惊喜 目前这款武器被台湾的阿兵哥所配备 它的性能如何呢 废话不多说 狐狸军直接开始 这款双连发防空导弹 被称为Done Mouse Dinner 听到这个名字大家感觉是否非常熟悉 没错就是大家印象中的FIM-92独次防空导弹 不过却是该武器的衍生型号 关于它的来历是由美国的HUIS MISO System Company公司 为Show Red项目办公室所研发 至于它的配置主要是由DMS武器系统 电力系统 亚气冷却器 瞄准装置 以及战斗布 以及一个可有可无的三脚架组成 而这些配置可以在短时间内进行拆卸和组装 在使用上非常的便利 其中这些配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它的DMS系统 该系统是Done Mouse Dinner防空导弹的一个单独系统 DMS系统可以帮助Done Mouse Dinner防空导弹 接收前方区域数据以及一些地面设备所提供的数据 这些数据可以帮助DMS系统中的传感器 分析空中来袭的目标 并帮助士兵更好的调节射击角度和方位 大大提高了该武器的精准度 帮助士兵提升作战性能 而它配备的压气冷却器 主要是由一个高压气态压气源和一个热电池组成 在使用时 该气态压气被注入到导引头中 并为其降低温度方便该武器使用 此外该设备还可以为其提供所需要的动力 不过该设备的缺点较多 例如这个装置所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只有大概45秒钟的时间 如果在这段时间内导弹没有发射 就需要更换另一个新的压气冷却剂 还有就是它的保质期也比较短 如果超过保质期 它内部的压气就会产生泄露 从而影响使用 不过这些缺点对其印象并不大 因为该武器在使用时 并不需要过多的装备时间 因此这点缺点并不影响 多安Most Steiner防空导弹系统的性能 至于这款多安Most Steiner防空导弹的性能如下 全重在30公斤左右 在动力系统上采用的是火箭发动机 其有效攻击范围在4000米 可针对敌方的一些低空飞行 大型的战斗机 以及直升机等航空设备 此外 这款多安Most Steiner防空导弹系统 还拥有极高的机动性能与灵活性 可以部署到一些特殊的环境下 再加上该系统配有雷达和导引装置 以及夜视设备 可以让这款防空系统在夜晚下正常使用 而且作战类型上 这款型号的防空系统 与单枚监射型型号的FIM-92独自防空导弹 也有很大的不同 该武器系统在机动部署时 一般会装载到汉马车上快速移动 并达到指定的作战地点进行作战任务 由两名士兵联合操控 而普通型号的FIM-92独自防空导弹 大多是由单兵进行操作 在部署和作战上也比较分散 不一定到指定地点进行作战 可用于游击使用 而双联的Dormos Steiner防空导弹系统 大多是被部署到一些特定的区域进行作战 就如台湾对该型装备的部署曾在一次小型演习中就能看出 当时台湾将Dormos Steiner防空系统 部署在澎湖马祖进行防驱 来演练定期防卫射击 并且与该型武器同时部署的还有 120排击炮 50机枪 40榴弹枪进行联合打击能力 虽然看着武装防御非常的少 不能起到很好的防护性能 但这只是一次小范围的演习训练 主要是体现Dormos Steiner防空系统使用 而目前台湾所装备的大型防空武器还非常多的 例如先进的爱国者防空导弹 天空三型防空飞弹等 这些装备才是台湾防空力量的基石 其中爱国者防空导弹是采购美国的防空系统 具体性能在这里就不进行讲解了 而天空三型防空飞弹则是台湾自主研发的防空武器 在性能上也是非常不错 它的作战范围可以达到200公里 其速度可以达到7马赫 制导系统采用的是终端惯性制导 加资料链导引以及雷达导引 其精准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有该型防空武器存在 可以打击来袭的多种目标 确保空中防御的安全 至于Dormos Steiner防空系统的部署 一方面可以保证该地区空中的安全 另一方面是可以起到下阻对方 并且Dormos Steiner防空系统 也可以与台湾的大型防空系统配合使用 例如将其部署到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外围 帮助爱国者防空导弹清除外围具备威胁的空中目标 而爱国者防空导弹则打击远距离目标 从而形成一种尖端防护 提高沿海地区防空力量 虽然Dormos Steiner防空系统属于 FIM-92毒刺的衍生型号 但它的战斗部并没有改变 使用的依然是毒刺防空导弹 至于该型导弹的性能参数如下 它全长1.52米 弹径70毫米 尾翼100毫米 导弹本身重量在10公斤 其中弹头部分占取1公斤 其内部主要装添了HTA-3Z炸药 以及冲撞隐形的自毁计时器 这些装置可以在发后17秒启动 确保在发射后保证士兵的安全 在速度上 毒刺导弹的最高速度可以达到每秒750米 其射程速度可以达到每秒750米 虽然在战斗系统上没有进行改进 但它的性能还是非常强悍的 而且美国初来衍生型号的FIM-92毒刺导弹外 还衍生出其他很多版本 例如Stinger Post Stinger RMP Stinger RMP Block II等型号 其中Stinger Post这款衍生型号的便携式防空系统 主要是对它导引装置进行了改进 使用了一种红外被动武器制导装置 这种导引装置的毒刺导弹 具备极强的抗干扰性能 不过这种类型的毒刺导弹 一共就生产了600枚导弹之后 就停止对其生产了 而Stinger RMP型号的毒刺导弹 主要是增加了新型的侧翻传感器 以及改进的控制软件 这些新型的配置可以大幅地提高导弹的飞行 这类型的毒刺导弹 可以有效地针对一些敏捷性的无人机 巡航导弹以及轻型侦察直升机 而这个版本的毒刺导弹 也是在量产最多的 当时几乎所有的美国毒刺导弹的库存 都被这个版本所取代 而Stinger RMP Block II型号 它是在前一型号的基础上研发 其中改进了它的导引装置 使用了AIM-9X成像红外导引头 通过这种修改 让它的探测距离和抗干扰能力大大增加 不过这款型号的毒刺导弹 因为经费预算不足的原因 导致该计划于2002年被放弃 并未进行生产 至于Dormus Finger型号的毒刺导弹 虽然生产的也不多 但是服役到了很多地区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觉得台湾的这款双联发 FIM-92毒刺防控导弹的实战性能如何呢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另外大家还有哪些想看的武器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